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啊 我儿子稍微打扮一下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二太太 少爷 大太太的车在外等着呢 崇伟要跟大太太挤一部车 是啊 大太太在催了 崇伟是副总 要单独坐一部车 厂里的人 才能知道她的分量啊 家里不是另外 还有一部车吗 可老太太 赢了周家的牌局了 是打牌重要 还是孙子接管家业重要啊 妈 奶奶看看啊 宝贝孙子第一天上班 准备得怎么样啊 妈 您看还行吧 不错不错 有模有样的啊 妈 崇伟是瑜伽未来的接班人 这一上任呢 就要有气势 这样才能镇住下面的人啊 您看 她上下班是不是该有专车接送啊 那是当然的了 老全啊 照二太太的意思去办吧 可您的牌局 车子回来 我再去打牌也不迟啊 好 快去 谢谢妈 好 各位同仁 现在市场竞争 现在市场竞争激烈 经营也日趋艰难 如果不想被淘汰 就必须力求进步 有感于此 所以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开发部 它的主要职能是 提升产品的质量 开拓新的市场 开发新的客户 开发部关系着我们大发未来的发展 因此这个部的主管 除了要能掌握市场的脉动 同时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经过研究 我们所有的股东一致认为 这个人选 非徐副总莫属 这些年来 徐副总一直是我的左右手 帮了我不少的忙 也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 现在突然要把它借掉去开发部 就我个人感情来说 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为了公司的发展 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啊 姜还是老的辣 徐云芝果然有一套 相信 以徐副总丰富的专业知识 肯定能为大发再创另一个高峰 好 徐副总另有任用 留下来副总经理的位置呢 及时就由于崇伟先生担任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谢谢啊 谢谢啊 Unfo행 来 走吧 走吧走吧 走了 走吧 走了 走了 程伟 程伟 恭喜你啊 请你称呼我副总 对对对 我这不是替你高兴吗 于副总年轻有为 保证前途无量 谢了啊 你刚出来做事 经验不够 难免对自己信心不足 这是很平常的事 那你说 我怎么样才能有信心 你就跟着我 我会把我的经验 全无保留地告诉你 相信用不了多久 所有的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哪 你就这么有把握吗 那是 我做了十三年的副总 什么阵仗没碰见我 再说了 从小看你长大 你资质不错 保证你一学就会 我谢谢你了 不过你的宝贵经验 留给你自己 我自质身价替你抬轿子 你不感谢我 我上辈子欠你的呀 臭小子 挡着瞧 早晚有一天 你会回来求我 嗯 来来 你看啊 这是卖舱 也就是说啊 我们啊 从外边啊 买进来的小卖 嗯 然后呢 我们都给它码放好 存放在这个舱里面啊 那咱们到那边看看啊 来 来 少爷 我这是分离清洗车间 那小卖呢 要在这里啊 先进行啊 进行分离 然后清洗 还要用水喷在这小卖上 让小卖含有足够的水分 再去研磨 怎么这么负责啊 来 这万事开头难 等你以后熟悉了 就好了 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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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 怎么搞的 怎么那么不小心 是的是的 对不起 你说明 好了 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 还不打草干净 还是 对不起 这些宫人总是粗爽粗脚的 看看这是把少爷的身上都弄成什么样子 真是 谢谢 少爷 没事 没事 你当国家交 是 我已经交了两年了 回去等同志吧 好的 回去等同志吧 谢谢 附旦的 是的 今天就要毕业了 没当过家交 虽然我没有当过家交 但我相信我可以交得好 回去等同志吧 回去等同志吧 谢谢 你这是干吗 妈 你不用考虑了 就选他吧 怎么 你认识史君超啊 嗯 现在全上海的女学生都认识她 她不但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 这口才还是一流的好 常常受邀到各个学校去演讲呢 最重要的 她还是一个拥有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 不过是请个家庭教师 热不热血的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啊 她要是没有满腔的热血 哪来教书的热臣呢 再说了 一个对国家 对时局 事实都不关心的人 这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啊 好了好了 你扯这么一大堆 目的就是想让我用她 是不是 是啊 她真的很优秀 不用她 是我们的损失 可惜她没有教书经验 啊 我们给她这个机会 她不就有了吗 这人总有第一次的嘛 妈 你要是用她 那我一定好好念书 好 我答应你 话是你说的 你得证明给我看 嗯 嗯 你得证明给我看 没什么 嗯 好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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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爹 我回来了 好 回来得正好啊 快回来吃饭 有什么好吃的 这儿还有一封你的信 谁来的 爹 我录取了 我录取了 我应聘家教录取了 一个月能挣三十块钱呢 菜凉了 快吃饭吧 爹 您怎么了 不是很高兴吗 爹还能养得起你 这养家糊口的事儿 还轮不到你来操心 你就要考试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学习嘛 爹 从小到大 不管是大考中考还是小考 什么时候难倒过你儿子 那你一心不能二用啊 我可不愿意因为你兼差 耽误了学习嘛 您就放心吧 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是不会接这份差事的 你还别太自信了 那毕业考试啊 还有最重要的一关要过啊 爹 我跟您保证绝对不会影响功课 这样行了吧 我可把话跟你说在头里 可不允许你太累啊 要是实在撑不住 咱就不交了 我知道了 好好好吃饭吃饭 差不多了吧 怎么样 从明天开始啊 咱们就要开始加班了啊 什么 又要赶工啊 放心吧 不会亏待你们的啊 于主任说了 加班份啊造负 好好做啊 才那么点加班费 就让我们卖命 太可可了吧 就是 简直的让我们当机器 机器 机器还要休息呢 我宁愿休息也不要那加班费 你们别不知足 现在世道不好 局势又这么乱 很多人都没饭吃 我们能够有份安定的工作 已经不错了 他们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所以才对咱们这样 没错 我怀疑 这根本就是于爱雪出的搜主意 不会吧 爱雪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向老板表公啊 将来好升官啊 只不过是个私生女 神气什么啊 嘘 不知道的事情别乱讲 那你讲 你常跟爱雪在一起 她跟郁佳什么关系 你最清楚 我 我 应该是亲戚吧 爱雪是这样跟我说的 什么亲戚啊 信于就是亲戚啊 分明就是想叛龙富凤 往脸上贴金啊 没错 他要是真跟于家是亲戚 那怎么没见他坐于家的汽车上下班呢 可见于家根本就没认他这门亲戚 哎呀 这是人家的家务事 管那么多干嘛 快点去干活了 等一下让朱领班看到 又该骂人了 去真是 他 多少 跟昨天差不多 哎 哎 彩琳啊 艾梅怎么没来吃饭呢 嗯 我也正想不明白呢 这孩子啊 平时让她念书 就像要她命一样 这回突然认真起来了 现在还在房间问信功课呢 哦 难道这孩子转性了 奶奶 妈 你们别信她的 爱没做什么事也就三分钟热度 哎 不管怎么样 总比每天闲着 无所事事好了 就拿你来说吧 上班以后是不是更踏实了 哎 对呀 上班以后怎么样 适应了吗 嗯 光是整个场巡视下来 我已经累翻了 还要到各个车间了解运作 哎 我的头都快晕了 慢慢来 别着急 上手了就轻松多了啊 妈说的是啊 其实上班有什么难的 就拿你大妈来说吧 当年黎原寿命 这十几年下来 工厂还不是打理得好好的 何况你还是大学毕业生呢 哎 有文凭固然好 但是实践经验 那才是最主要的 说的是 当年厂里没请这么多人 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大妈亲力亲为 所以啊 他亲注每一个环节 听见了吗 以后不懂的地方 多向大妈请教请教 知道 对了崇伟 嗯 接下的两个星期 为了赶货 所有的人都要加班加点 你也不能例歪 知道吗 加班是工人的事啊 我就不去了 哎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 这工人加班也是为了公司啊 你身为老板 不以身作则 工人干嘛要为公司卖命啊 崇伟 奶奶这些话可是金玉良言 你要记在心里 知道吗 吃饭 二太太 艾梅小姐的家庭教师 史先生来了 哦 叫她到书房等着 是 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让她第一眼见到我 就被我深深的吸引住 艾梅 你还不快一点 妈 你来得正好 快帮我看看这哪套好看吗 你这是干嘛 哎呦 不过是在家里上个课 你干嘛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呀 哎呀妈 你快帮人家拿个主意嘛 你还照呢 史老师已经等在书房了 还不快点 啊 史俊超来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这疯丫头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来了 让你久等了 你是余安梅小姐吧 你好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 你不用介绍了 我早就知道你的大名了 你可是我们校园的风云人物呢 怎么会 不仅如此 我还听过你的演讲 你还给我签过名 史俊昌 好了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们上课吧 啊 这么快就上课了 哦 你妈妈付了我工钱 我就要尽到我的责任 来 把书打开 哇 史俊昌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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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使君招人家都给了他干事了 怎么像个木头人一样 没关系 人家说日久生情 总有一天 我要让他成为我爱情的父母 来 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吧 一个星期上班六点 已经够备了 连假日也不能休息 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少爷 您的电话 来了 我是俞重伟 哪位 我是佳生 佳生啊 有事吗 这个星期天去摄影吧 好啊 这个星期天是 不行啊 这个星期天常理加班 怎么 怕你大妈骂你啊 什么 我才不怕呢 我告诉你啊 我想上哪儿上哪儿 我大妈根本管不了我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行吧 就这么说定了 不见不散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课 啊 这么快就结束了 啊 艾梅啊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好啊 以后每个星期天改为上午上课可以吗 行 没问题 只要你方便就行啊 好 石老师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自己走 好 艾雪小姐 这儿有您封信 哦 谢谢啊 不客气 太好了 精神施量终于到了 真好 真好 不知道这次那个叫陆克的笔者 有没有投稿啊 有了 十万青年 十万君 陆克 生命不过匆匆数十载 年轻人不应该整日醉生梦死 应该为续乱的局势投注一些心力 我们这个时代 请问您找哪位 哦 我找你们管事的谈笔生意 副总还没上班 要不您等一下 我进去请示一下总经理 别麻烦总经理了 哦 交给我处理吧 请 您好 您好 不好意思 让顾老板亲自登门 请坐 谢谢 那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我们公司要三万斤面粉 一个星期之内交货 如果你有把握 咱们就成交 好 来来来 好 谢谢 贵公司不会因为我不请自来 故意抬高价钱吧 那不会 只是 我知道贵公司一向生意兴隆 也许不会在意我这个小客户 不不不 您是第一次跟我们大发做生意 我们不能让您失望啊 哦 这么说 你同意了 还没请教顾老板公司大名 哦 哦 不好意思啊 其他公司 没听说过啊 小公司 名不见经传 不过 我做这行也有几年了 这么说 在今天以前 顾老板面粉 都是向别的厂商购买的 实不相瞒 我手里面 有好几个大客户 他们向我要求了多次 让我用你们大发面粉厂的面粉 我呢 也就不得不从善如流了 大发面粉 果然是有口皆碑啊 行 咱们成交 不过 我得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到时候你们交不出货 我可会让你们 按双倍的价钱进行赔偿 这个 不好意思 我初次跟贵公司打交道 不得不给贵公司一点压力啊 不过也没关系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就全当我没来过 三万斤 不算少 可现在已经忙翻了 一个星期怎么来得及 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当我开发的客户 人不为己 天诛抵命 考虑怎么样 我这也是没办法 我要是向客户交不出货 他们会告我 到时候我损失的不光是金钱 还要赔上公司的信誉啊 顾老板言重了 大发从来不做损人不利己的生意 你赔了信誉我们砸了招牌 不是吗 说得好 那这空口无凭啊 咱们得签个合同 行 我手上现在就有现成的 咱们马上签 好 好了 您好 余主任 这是新订单 我交给你全权处理 三万斤面粉 一星期交货 不行啊 徐经理 这可是我费尽口舌好不容易开发的新客户 第一次合作一定要全力配合 务必排除万难 优先处理 徐经理 要是以往不必您交代 我拼了命都会赶出来的 可是现在广州和南昌的订单都搞不定 我哪有能力来搞这些啊 你这是摆明了要给我好看 我是就事论事 再说了 您是厂里的资深领导 应该了解我们生产线的产额 不应该贸贸然接下这份订单 你什么东西 居然教训起我来了 我不敢 我只是在跟你讲道理 月雪 我跟你说 别以为我换了位置就管不了你了 好歹我是经理 我以上次的身份命令你 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这批货我要定了 我办不到 你 你存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请您谅解 现在厂里的工人连假日都在加班赶工 不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了 否则会影响面粉质量的 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合同都跟人家签了 要是到时候交不出货 得赔人家双倍的货款 你懂吗你 什么 双倍的货款 你怎么会 知道事太严重了吧 我懒得跟你说 到时候交出货来就行了 不行 太冒险了 我看还是请示一下总经理 看有什么回转的办法吧 那总经理压我 好 咱们现在就找总经理拼理去 走 你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 徐经理为了帮助公司拓展业务 开发新的客户没有错 余主任为了维护产品的质量 也没有错 不过徐经理跟别人签了合同 再这么争执下去 只是浪费时间于事无补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团结一致全力以赴 可工人的体力负荷 已经超过极限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现在正是体现他们 对我们公司向心力的时候 非常时期 也只好委屈他们 勉为其难了 可是 余主任 请你把我的意思传达下去 从现在开始 全体员工全力配合 日夜加班赶工 无论如何 一定要如期交货 绝不允许公司的名誉 受到任何的损伤 知道吗 嗯 我知道了 总经理 还有什么事 这工人那么辛苦 我们的加班费 是不是应该 适当地做点调整 好 加班费要调上去容易 可是要想调回来 那就难上加难了 这关系到公司的成本运营 我们得从长计仪啊 嗯 那我知道了 我先下去了 好 啊 总经理 要没什么事 我也先下去了 等等 你坐 徐经理 为公司出了力气 固然值得鼓励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 签订合同之前 要仔细地核算产能 不要为了抢工 而答应不合理的交期 要知道 工人的身体 不是铁打的 好了 今天的事情 我不会再追究 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 类似的情形 是 我会注意的 还有 我听门卫说 顾经理是不请自来的 以后像这种 不请自来的客户 还是交给副总去处理吧 我也想找副总啊 可是到现在 连个人眼还没见着呢 不信您到他办公室去看看 嗯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哦 是 这孩子 怎么还在家里 余公馆 哦 是许妈呀 大少爷在家吗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有什么事吗 哦 没事 我知道了 这个崇尾 他不来上班 这是干嘛去了 怎么呀 崇尾 这里风景不错吧 行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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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 怎么了 不认识我了 手一旁 春威 家生 好久不见啊 你说你也是啊 一见到我俩就吓唬我俩是吧 哪有啊 不过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眼大学毕业了 真是啊 自从你出国留学之后 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了啊 对啊 看你现在穿的 洋里洋气的 这识别三日 我们得观目相看了 你可别被我这个外表蒙骗了 其实啊 我还是个很传统 你就别装了你 谁不知道你少一同 总是走在时代最尖端的 你这玩意挺带近的啊 是啊 坐在上面 那种乘风御驾的感觉 可以让你忘掉所有的烦恼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我想是想 但养这玩意挺麻烦的吧 不麻烦 花钱请人照顾就行了 家生 一会儿我带你们去马场 你们可以养一匹养在那儿 以后我们三个人 就可以一起出去玩了 怎么样 好注意 家生你觉得呢 不行不行 养马可是有钱人玩的玩意儿 我没这财力 你别算上我啊 这样吗 我俩合养一匹 钱呢 我来出 拉倒吧你 我可不想欠你的人情 我还是照我的相吧 怎么那么没劲呢你 去 来 来来 来你帮我拿来 别怕 没事儿 我什么没碰过吗 怎么样感觉 挺壮啊 我 没事儿 不过呢 我觉得 法不适合你 一般的不冲人发火 我 呦 凤春哪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伯母 好久不见了 哎呀 这身材还这么硬了 您瞧瞧这气色有多好 春风满面的 怕是家里有喜事了吧 哎呦 就是这张小嘴会说 我呀 不春风也得春风啊 来来来 坐 凤春 坐坐坐 伯母 来 伯母 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天来呀 是有事要跟您商量商量 有什么事 你说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 转眼之间啊 这依婆和艾梅 已经到了失婚的年龄 我和采玲 都有意思想撮合撮合他们 您的意思如何 哦 凤春 我那天只是随口说说 你还当真了 哎 这是好事 当然要当真了 妈 您也这么想啊 哎呀 那就太好了 我本来还担心 您不答应呢 哎呀 怎么会呢 怎么于少两家也是世交啊 能够结为儿女亲家 也是好事一桩 怎么会不答应呢 伯母 这么说您同意了 同意同意 当然同意 可是 哎 我同意没用啊 得年轻人同意才行啊 那是 那是 其实这件事呢 我倒有点奇怪 这俩孩子从小一块长大 要说有意思吧 早就该走到一块了 还会等到现在嘛 该不会是你们剃头挑子 一头热吧 怎么会呢 这么多年来 一旁一直在外地学习 就算他喜欢爱梅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是啊是啊 这灯不点不亮 只要咱们帮他们起个头 一切就好办了 嗯 哎 对了 你最近不是给爱梅请了个家教 说要考大学吗 怎么 这会儿又改变主意了 我这是死马当活马医 爱梅这孩子这么贪玩 她考不上的 哎呀 女人终归是要嫁人的嘛 像一鹏这种 打着灯落也找不到的好对象 绝对不能放弃 瞧你说的 他们小两口结了婚以后 还可以继续上学呀 我们少家可是开通的 那是你太心疼我们爱梅了 这么好的婆家到哪找啊 瞧你们俩说的 一答一唱 事先说好了吧 啊 蔡玲 咱们俩想想办法撮合撮合他们 嗯 可是这帮年轻人啊 是不喜欢受人摆布的 咱们得想个 不露痕迹的办法 嗯 你说的有道理啊 还是你了解年轻人 哦 对了 过几天就是爱梅的生日 咱们就用这个借口 在家里举办个生日舞会 让她多邀请一些同学来 这样就不觉得 咱们是刻意安排的了 好啊 好啊 还是你脑子灵光 就这么办 可这事儿一定要保密 在孩子面前 千万不能说穿 好好好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啊 嗯 谢谢妈 哎 什么 家里要替我办生日舞会 嗯 真的吗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这种事我还能骗你啊 哎呀 太好了 哎呦 谢谢妈 谢谢妈 只是太好了 你呀你呀 就是爱玩 既然要办舞会 你就多邀请几个同学来 热闹热闹 啊 妈 你真是太了解我了 哎 对了妈 我想请我的石老师 做我的特别嘉宾 好吗 当然好啊 那天你是寿星 你爱请谁就请谁 不过那天 你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 一出场就要成为全场最注目的焦点 那当然了 我最爱美了 拿来 什么呀 钱呢 服靠金装人靠衣装嘛 我当时要买最美的衣服了 去 你衣橱的衣服啊 已经给我开一家时装店了 哎呀 那些衣服都是我穿过的旧衣服 就是再美也不能成为全场的焦点的 你呀 什么都不会 花钱可是一流 人家一年才当一回寿星 难道连买个新衣服 你都不舍得吗 好了好了 说不过你 待会儿到我房里来去 谢谢妈 没错 我就是要成为全场的焦点 我要让石俊超对我目不转睛 我还要他请我跳一支开场舞呢 我还要他请我跳一支开场舞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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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美 我有話對你說 大媽怎麼突然來找我 難道是因為我溜班的事 大媽請進 你今天幹什麼去了 為什麼不來上班 我一個高中同學忽然開刀了 哪個同學 就是那丁嘉生 丁嘉生 他到咱們家來過 可是看他的身體挺健康的 怎麼會突然開刀呢 他是急性盲腸炎 然後發作的時候身邊沒有一個人 幸好我及時趕到 把他送到醫院去了 那他家裡人呢 他爸媽都去老家喝喜酒了 家裡就剩他自己一個人 您想啊 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 如果他有困難的話 應該互幫互助嘛是不是 好 你把丁嘉生住哪個醫院告訴我 我明天去看他 不不不用了您別去了 他已經出院了 怎麼了 剛開刀就出院了 我 他 他 現在廠裡所有的人都在加班加點 忙的是人要麻煩的 你不會不知道吧 艾雪剛剛加班回來 你身為副總 就要做好的榜樣 我希望你以後別再讓我發現類似的情形 否則我就去告訴奶奶 魚兒會宣 老爺太太早飯準備好了 好 坐 少爷下来了吗 是的 早 爸妈 早 早 来 一鹏啊 你进公司 也有一段日子了吧 总有些心得吧 说给我听听 有您的提点 确实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好 说 一吃饭的时候就谈事 改名儿啊 儿子和你一样闹胃疼 好好好 不说不说 以后啊 咱们找个时间单独好好谈 一鹏啊 星期六瑜伽开舞会 邀请你去呢 舞会 怪了 昨天我还碰到崇尾呢 没听她说啊 可能是临时决定吧 奇怪了 瑜伽怎么会想起来开舞会呢 还不是艾梅要过生日吗 这个千金大小姐 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 我可没什么兴趣哄她玩啊 咱们两家是世交 你和艾梅又从小一起长大的 不去不好意思 区区碰个人场 艾梅的朋友多了去了 根本就不去我这一个 您就不用替她担心了 不行 我答应人家了 你非去不可 你怎么这样嘛 你怎么能擅自替我做主呢 这是起码的人情事故啊 再说咱们两家是什么交情啊 自己人不到场 哪能输得过去啊 我说不去就不去 你别逼我啊 一鹏 你不给妈面子啊 要面子你自己去好了 你自己去跳啊 你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跟我说话 一鹏啊 你小时候啊 雨奶奶最喜欢你了 现在还经常提到你呢 去吧 顺便去看看她老人家也是应该的 好了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吃饭 来 吃饭 吃饭